好天气 好心情呢 在过完年之后呢 各个县市的灯节也陆续来展开 当然2023年的屏东灯节 在昨天进行了点灯仪式 屏东县长周春敏带领的来宾呢 按下启动钮 重头戏的主灯就是南静之光 以华丽的巴洛克为主题 气势磅礴 结合了太阳 海洋 洛杉丰 跟卢凯族的图腾 精彩可奇 而这次的屏东灯会 分成三个展区 希望全球的游客 都可以来到屏东 清零享受 3 2 1 请启动 我们2023屏东灯节 正式开幕 屏东县长周春敏 带领来宾按下启动钮 为期47天的华丽灯会 欢迎全家大小丽临观赏 今天的点灯仪式 就在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 南静之光 我们结合了这个太阳 海洋 洛杉丰 还有这个卢凯族的这个图腾 象征我们屏东灯节多元的文化力 今年的重头戏主灯 南静之光以华丽巴洛克为主题 高15公尺 长50公尺 层层跌跌闪着璀璨橘色灯光 气势磅礴 一旁环绕着郁金香结合交响乐 跟七彩灯光秀 仿佛置身巴洛克式的皇家庭园 哇 好漂亮喔 现场与穿着可爱脱宝宝装的小朋友 坐上列车绕行灯区 映入眼帘的各式彩灯 让人看得目不暇己 看不到镜头的排队人龙 为的就是拿到可爱的小提灯 逛逛兔 搭上不停闪烁的七彩灯光 让人爱不释手 今年不只是传统的灯 还有一个大幸福城堡 还有水舞 欢迎大家 2023年农历年最好的走春 就是来屏东 白天逛屏东热博 晚上逛屏东灯节 屏东灯会包含三个展区 主灯所在的县民公园 许多月兔穿梭的胜利新村 与定时展演精彩水舞秀的万年西灯区 丰富的视觉饗宴 就等民众清零屏东感受 记得林安平苏怡婷屏东报导 明日报